此季志工在池塘边向医疗团队说明整修方式 这次的工程主要是清除污泥 捕漏 还给池塘清净的水源 拿起纸笔加清就熟的话图解说 这些园艺景观维修的功力早从921时期 协助各地重建工作就开始磨练 每个施工环节团队分工仿如专业工班进行 做中学学中节产生一点智慧 虽然是满头的大汉 但是能将我们所学能够贡献在池塘的道上 这使大家也是满心的欢喜 那我真的对他们非常的感恩 从这个医院起造之前 起造的当时还有这15年来 对我们的护持 让我们都这个是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 所有的医护同仁都感恩在心 整修施工同时注意生态永续 池塘肥沃的泥土还能作为肥料滋养土地 不只节省处理砂石费用 又达到循环利用保留自然生态的好处 大约新闻红虫号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道 该下导致建议 συ